我想經過重運動大賞 這個平數不然應該給我抄襲 是不是 親愛的蔡仁郎 郭董事長 還有王三 王理事長 在這個各位指定 各位女士貴先生 各位國獎人 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參加今天的重運大賞 發展成 基本感到非常高興 這邊 要特別 像所有的投獎之外 要表達 恭喜 非常恭喜大家 重運大賞 就可以突破108年 到現在15年當中 不間斷 這個 當然是 重運集團的董事長 郭董事長 以及 台灣管理協會的現任次長 王永三 他們兩個 活的時間 非常用心 從人都欣賞 所以我這個機會 向他們兩位來講 崇高的建議 但他們會這樣辦 蔡總統的鼓勵 非常重要 我想 這個 從業論的大賞 這樣子 對國家 就貢獻了 是很大的 當然 就從業集團來講 台灣一個集團 一個企業集團 包括台灣管理協會 這樣辦 因為他們是一個非常大的財丹 譬如說 假眾等等 這個人 經過評審 那個過程 尤其現在 和議案原來一起 都很嚴重 所以 真的是 他們是非常欣賞 雖然他們也欣賞 但是我覺得 就整個國家來講 譬如說 如果站在蔡榮統的立場來講 我們最近的 它的效用可以說是不強 就是說 一個集團 它的投力 就可能國家來講 世上 並不多 但是 對國家的貢獻 國家的效用 它會說貢獻非常大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這樣的一個 從一路人大賞 它就引領 研究的方向 培育了很多的人才 提升 研究的品質 我想經過 從一路人大賞 這個 皮屬過來 應該不會有抄襲的事情 所以 所以 它自然是加強 就是增強了 我們國家的 經貿實力 跟 國家的健康力 我是覺得 這個貢獻非常大 我現在這邊 要特別像 郭董事長及 華文部長 王菅部長 不然這樣 我告訴你 真的非常健康 雖然你們老是把我的名字 搭在一起 但是我知道 我的貢獻是名義 都是你們各位的總統 非常欣賞 我為什麼說 站在國家的角度 我們 國家的角度 就蔡總統的角度 大家想一想 就像 這個就像 這個 這個 道德基的 這個第二戰 第二戰戰有講說 是個以聖言處無為之事 邪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 或不止 再來問候他 不做什麼 這個就是他鼓勵 或者頒獎的時候 他說這樣 為什麼他也不必過一算 所以他主要說 他不必 他就順利自然 不必做什麼事情 無為之事 邪不言之教 他鼓勵 但是也不必 在說 這個 呃 一首話 講說你一定要怎麼做 萬物作焉 萬物 萬物就形成像 像榮 就是他的自然產生長 所以這個 就是非常符合 道德間的 聖言自然之道 以自然為之 大家也非常欣賞 學者 自然之道 自然就無為而止 無為而止 但是過去有很多人 也會誤會說 就不必有作為 誤會大喊 他誤會是 事實上 一道三十六章 道德之三十六章 就是 這個 道長 無為 歐不違 有一個長字 長長 無為而不違 但事實上上 他就沒有這個長 他說道 無為而不違 那無為而不違 就是說 雖然他不必有作為 沒有作為 就是不忘了為 他是聖言自然之大 但是 這個所有萬物萬事就 這個 信信向導 就是像 這個儒家也講說 這個 事實行天 就 萬物足為天 就是 還有自然之道 自然之道就是 大自然就信心向導 但是他也不是說 我們都不做 比如說我們今天 從一個人大賞 他就做了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 剛剛好 細合 道德基的第六十三章 他說 天下大事必做於意 天下大事必做於性 天下藍事必做於意 最困難的事情 從最容易流走走 最大的事情 從最細小的地方來走走 所以 突然起因 為大於其性 又四章次之說 為之以為有 至至於為亂 所以很多事情就這樣 自己解決 就是說 所謂 為有素 並不是不作為 他還 還防為杜賤 這個 為之以為有 還沒有 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他就為啦 為之以為有 還沒有亂的時候 他就自然 至於為亂 我想 這段最重要 也要跟大家共勉 就是說 這個 書上的管理學 雖然我們管理學 可以說浩瀚無邊 要有願景 要有團隊 要有系統思考 等等等等 但是他的上位 還是有 哲學旁邊的主義 那 道德基 可以說 再做旁邊 值得我們來參考 我就跟大家共勉 那再次 感謝蔡總統今天 播出保護時間的參加 大家都知道現在 兩岸非常緊張 總統一 入以萬計 他能達到非常 鼓動力 那 再次感謝 郭董還有 陶副部長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 這個 大家共同 來促成這樣 一個美式 祝大家 非常感謝 柳院長 給我們的努力 鼓勵